我国载人登月进度如何 研制出世界最大火箭分离气囊 对我国航天有什么影响 自古以来 人们就对夜晚抬头就能看见的月球好奇不已 在1969年 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 随后登月就更成为了各国极度向往的事 这人类首次登月已过去50年 按照我们的计划和进度 21世纪首个登上月球或许是中国 前段时间 中国航天载人飞船系统 总设计师张白南曾表示 中国载人登月研究从未间断 目前我国已逐渐具备载人登月能力 言外之意 目前技术已经成熟 现在在等一个适当的时机展开载人登月活动 这其中的关键或许就是我国新运代载人运载火箭 长征9号 近日我国运载火箭就有好消息传来 近媒体报道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完成了超长大口径 高纳压气囊预验收试验 意味着世界最大 纳压最强的火箭分离气囊 在我国研制成功 分离气囊是用于运载火箭整流罩纵向分离的火工品 在进行整流罩分离过程时 内部火工品爆炸使气囊鼓起 致使整流罩分离释放飞行器 与以往相比 这款分离气囊长度提高了5倍 口径增长了2倍 从而耐压能力提升了3倍 未来更大的重型火箭将成为可能 以及中国人加快踏上月球的可能 这项目负责人胡振兴介绍 在研制过程中曾有两大瓶颈 首先是大口径超长气囊的稳定制备技术 该技术可及大程度保障超长气囊的无损复合 使编制物更加稳定 那一项技术更厉害了 那高压气囊的选材和编制技术 决定超大气囊的成败 经过多次筛选 最终选出的材料只有一张A4纸面积 但可以承受20辆两吨重汽车的压力 这款气囊为重型火箭的安全瓶炮分离 提供了技术保障 极大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水平 不仅是登月项目 还注意于未来卫星空间站发射等太空计划 长征9号运载火箭也能快一步出现在我们面前 长征9号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担任我国未来深空探索的交通工具 分离气囊技术只是其中一步 对此英国网友称 中国的火箭技术越来越厉害 而我们连发射卫星的先进火箭都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